哈嘍 大家好 我是童 歡迎收看 Lovefly 紅小動漫第二季的劇情講解 那反正你們也應該不會想聽我說廢話的 所以我們就只說一定要說的 不然就被靠別的話吧 裡面的內容一定會有劇透 還請斟酌觀看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上集回顧吧 在上一集中 看著米亞藍珠三人加入了同好會 小蝦就提議大家一起去拿德加過夜 理由是為了促進大家的關係 但實際上另一個目的是 讓大家認可他資格部長 那他們的出門行程是由小蝦安排的 小蝦原本想趁機會展現自己的補償感 結果通通都失敗了 在最後的遊戲中甚至是慘敗 雖然他好像全部都慘敗就是了 那最後的遊戲是幽影了 蔣麗是幫他實現他想實現的東西 最後又要求大家幫他的性格填歌詞 那在這一集的結尾後 小蝦好像是有什麼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他們 至於這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讓我們馬上開始第11集的內容吧 在上次的過夜後他們的感情也變得更好了 在同好位看著當時拍的照片時 他們也表示今後要多想想 只有他們是三人才能搬到的事情 但果林的表情卻沒有開心的感覺 似乎在煩惱著什麼 而此時我們的小蝦跑了過來 表示他們的同好位好像有機會升格為布色 因為大家都在討論之間的事情 甚至老師也在討論的 那雪菜表示這只是傳聞吧 畢竟如果要升格成布色的話呢 是要申請的 不過如果要升也不是不可能的 畢竟他們已經拿到了一定的成績了 就拉個校園偶像技 我就不相信是拉到足夠成績這麼簡單 而神區不適合除了人有更大的不適合訓練是 也因為被學校公認了 也能去參加官方的比賽 比如lovefly之類的 米亞聽到就表示 讓我們不參加lovefly嗎 他們也把他們決定不參加lovefly的事情 告訴了他們 米亞三人也沒說什麼 畢竟校園偶像不是只有lovefly而已 不過現在由於快要考試了 所以他們決定先專注在考試上 升格成布色的事情呢 就只後再說 而一說到考試 我們的學渣二人屬 馬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他們當然是我們的小霞和果靈啦 小霞就不多說了 沒想到我們的果靈也是學渣一個吧 不過有這麼多人幫他們複習 大概也不需要擔心太多啦 但很明顯這是不可能的 在剛開始小霞就已經心不在焉了 而還會這樣的原因呢 其實也不完全是因為讀書的問題 而是關於到升格布色的問題 畢竟如果升上去了 會不會讓他們更加團結才是什麼的 他就在想這些問題 所以才會心不在焉的 而二年級那邊 學渣其實看出了藍族有想參加lovefly的感覺 藍族也表示這確實是挺吸引的 但我目前還無法和大家站在同一個舞台上表演 所以還是先解決這個問題先吧 而三年級組那邊 果靈也因為升格的事情導致心不在焉 也從米亞的口中得知了 如果他不是因為來日本的話呢 在美國他早就是大學生了 順便說一下米亞14歲 而看著學霞就在自己面前 果靈也突然軟起了鬥志 接受了米亞綁哈複習 不過大家也知道 人當然有累的時候 理所當然是需要休息時間的 於是他們全部一起去吃了蛤蜊餅 在中途小霞也表示 我們還是馬上決定要升上布式還是保持原狀吧 畢竟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呢 他就不可能轉心學習 通告會的大家就表示 我們也不是隨時都很團結 不過我們就算有著不同的目標和夢想 就算站上了舞台也是各自表演 但還是想和大家一起做校園偶像 可能是因為他們有著相同的性情 也可能是他們都喜歡校園偶像 所以比起不適 他們還是更像是通告會 而且就當是為了之後的人 他們還是決定保持原狀 在解決了這個問題後 他們就決定要在考試結束後 用他們的風格來舉辦一場活動 果林也還是露出了煩惱的樣子 很明顯其實他還有提到煩惱的 而且這個煩惱厲害到果林 甚至沒有賴床竟然早起了 也碰到了正在慢跑的你賴和愛 他們表示為了回應粉絲 他們要努力增強體力 然後就離開了 去到學校後 看似正在努力的一年即生 當然米亞不是啦 而米亞是來代替看著幫小霞複習的 而小霞也正在休息的時候 寫同好會的預算申請書 米亞也感到震驚 沒想到小霞進來也會做一些不展開做的事情 小霞也因為這樣而開始感到有些得意忘形 要求米亞再躲垮一點 米亞直接表示你還真的是和小狗一樣了 但我就想說米亞 小霞不是小狗 是泥貓 那我們的娜也問了米亞一個問題 那個就是你會待到什麼時候 畢竟米亞是短期留學的 但米亞表示我在這裡找到了夢想 我才不打算回去呢 下一個果林遇到了二連擊組 那藍族正在向他們詢問如何才能像你們這樣表演 又也表示你一定很快就能搬到的 然後我們就會成為個有特色 成為最強的12人 但藍族反駁不是12人是13人 然後抱住了又何不夢 很明顯他們的感情是真的變得很好了 而下一個畫面是學生會 水菜表示他不會參加下次的學生會場選舉 因為他已經把想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他想把剩下的時間都留給校園偶像 盼子也回答我雖然成為了校園偶像 但顯示是大家的想法並沒有改變 所以他打算參加下次的選舉 那我們的果林看著已經成長的大家也覺得自己必須改變才行 這比方和艾瑪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果林走去一個地方 但他們沒來得及下電車 也因為果林今天一整天都很奇怪的關係 出於擔心他們直接從隔壁車站跑去找果林了 畢竟果林會去的地方大概也只有這個公園而已 他們也很順利的找到了果林 果林也把他的煩惱告訴了他們 大概就是他們加入同好位 雖然才過了半年 但這段時間他過得很充實也很快樂 也認真思考了自己該做的事情 不過身為三年級生的他們會是最早離開自己的吧 聽到果林的煩惱後 他們也覺得確實如果離開了就會感到有些寂寞呢 不過果林如果還在煩惱過去和未來的事情的話 就體會不到現在的快樂了 畢竟等著我們的未來肯定不會只是寂寞而已 所以過好當下好好享受現在的快樂 就是他們現在應該要做的事情 果林也同意他們所得的東西 也表示自己很喜歡同好會 如果說他現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不侷限單一行事 靠個有特色的他們增加更多色彩 對於之前說的活動果林也有了一些想法 他傳信息告訴了大家 那我們的同好位成員一看到消息後就馬上拒絕在了一起 順便告訴大家這一段大家跑去找果林的音樂是米賴哈摩尼 也是我在洪曉在The Fly中最喜歡的一首歌 大家都表示果林的提議太棒了 畢竟他們之前都沒有為了從好未開過遠唱會 而他們也想像支持他們的大家 穿大感謝之情 於是他們馬上決定開始構思具體計畫 也表示要舉辦最棒的遠唱會 那我們的小夏和果林的考試成績呢 雖然是及格啦 但米賴哈對於他們的成績並不是很滿意 表示明明是我教的卻還是這樣 那在片尾後我們的部門收到了電子郵件 又也看到了作曲大賽在目擊參加者 那這一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接下來就是說感想卻說不得環節 那這一集如果要說的話呢 最讓我滿意的地方 其實就是製作者放了我最喜歡的米賴哈摩尼 雖然只有音樂啦 但我也已經是非常滿足了 同時也期待著Just Believe在東班出現 那這一集除了強調紅翔是主打歌 惹偶像而不是團體 剩下的那一樓其實也和上一集我們想的差不多 確實是有關三年級畢業的事情 雖然我是有心理準備的啦 但實際看到後加上米賴哈摩尼的播放 還是讓我掉了眼淚 但這一集和第八集相比呢 可能也不算是酷啦 畢竟心情就和艾瑪索德一樣 如果太在意過去和未來就享受不到現在的快樂了 所以三年級生畢業的事情呢 我也沒想講太多 反正就讓我們好好享受剩下的技術 帶給我們的快樂吧 就是我們現在應該做的 好 那今天的影片結束 我們就下個紅小兜班第一集的影片見 掰掰 讚吧 nerv長跟工作 我選人您需要的 aren't even 火影 翻過